爱 爱的 我是崔正荣 在广州交响乐团工作 是一名歌唱演员 我从事这个行业已经18年了 我从小从大概14岁开始就学京剧了 应该是说从小呢 因为父母家整个家庭家族都是干这个的 所以这个熏陶是难免的 然后从小大院里的孩子也都是这样唱 我自己也喜欢唱 基本上是这一个行当里的人 总是不希望他的子女做这一行的 所以父亲当时一直希望我能做一名老师 实际上我当时来广州的时候 是在新海音乐学院声乐系 做了六年的大学老师 然后98年拿了一个全国文化部的声乐比赛的第一名 然后那个时候就广州交响乐团 他们就把很多广东省的优秀的音乐家 都调到广州交响乐团的音乐家小组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我调到了广州交响乐团的 这个音乐家小组里面就做独唱演员 是这样 我觉得特别感谢广东 广东这片土地特别的包容 我从北京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 唱到我现在为止 我觉得京剧的这个童子宫和从小唱京剧的这个咬文嚼字 包括行腔我觉得对我歌唱尤其唱中国作品帮助非常非常的大 他确实是国粹真的是国粹 随着你的文化啊阅历啊人生这种沉淀 你对他的这种韵味的东西你会越来越喜欢越来越去追求 很多观众觉得你是搞这个古典音乐的搞美声的搞歌剧的 我又学歌剧出身的 他觉得你高高在上比较高大上阳春白雪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是这样 因为我一直在我的教学当中和我的讲座当中 我都在跟他们讲 美声唱法是一个科学的方声方法 不应该把美声唱法音色化 就是美声唱法可以服务于很多的演绎 所以在我音乐会当中 也有老百姓熟悉的像红艳啊 荣花呀 包括以前我们唱《在水一方》 就是我希望老百姓对美声有一个这样的认识 不要把美声只是觉得它是一个音色化 这样的一个东西 它还是很人性的 就是我希望走进老百姓当中 而且我希望来的尽量都是老百姓 我希望他们能够听懂 希望他们能够接纳我 希望他们能够喜欢我的歌声 那么就证明我这样的实践是有效的 实际我最愿意做的工作是当家庭妇女 因为我喜欢生活 舞台上是演员 但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一个女人 我现在还是在做演员 首先我个人觉得 我还是应该先把演员做好 最后的时候一定要回归 从舞台上退下来 这是一个规律 没有必要害怕你的衰老 你的青春失去 我觉得你就是活好当下 我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唱好当下 活好当下就好了 你却 enfer�了 我来找我 我把演员给他 我来找导演 你能够追到 我来找他 你能够认我 你能够想要 你能够帮你 你能够帮你 我来找我